唉 焦大 完成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 北大宿舍 跟焦大女二宿舍PK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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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跟焦大的女二宿舍比起來 的話 焦大女二宿舍的個人櫃子比較多 這邊的櫃子是蠻少的 而且它很神秘是 一進門的時候有一個大櫃子 是四個人各有一櫃 可是我們的宿舟是在最裡面 所以 那邊都只能放一些我們永遠都用不到的東西 像是行李之類 不然其實那個空間就很可惜 這是我第一次睡下部 因為在女二的時候 就在曬焦大的時候 全部人都是上部 下部還不錯 就不用花時間爬到上面去 我以前國中也是住校嘛 所以我上下部都睡過 那我還是比較喜歡上部 因為感覺有那種小空間 自己的小空間感 然後我們兩個剛好睡上 然後因為它這裡的床是沒有鐵床 所以我們只要有一個 翻身下面的人就會感受不到 因為通常我睡覺的時候他還沒睡 然後他在睡覺的時候我可能已經 睡著了 睡著了 那麼誇張啊 誰要貓頭暈喔 對對對 我覺得老師說其實我們都不會吵對方這樣 對 但是他的床頭旁邊是沒有插座的 是因為一個人只有一個插座 所以我們就要在那個插座上面 先讓他出現 可能比我都插座 我們買了兩條延長線 從我們的書桌 演演演演演演演 然後演到床上 然後他呢 再從我的床上延長線 再演到他的床上 所以如果覺得男生就會冒炸了 然後廁所 有四階可以用 好那我們現在一階一階來把它打開來 好 這是第一階 這是 第一階通常 可以衝得下去 對 但是他有兩個黑點 但這兩個黑點也是生鏽 不是排泄物 好 第二階 第二階 Oh no 就是 這次就是 這次發揮 對 但是這次第二階是水最高的 還有一階 最早要發揮 好第三階 Oh 最早要發揮 謝謝 好第一階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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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第四階的 不能說得到 好 小心 我們快樂它 好 VCN通常也是 最衝得下去的 沒事沒事 好感人喔 OKOK 正常發揮 好恐怖 交大完 神 應該所有的大學都完神 不確定 但是這邊的廁所是 它其實設備不糟 不是 也不 它基礎設備非常糟 就是因為它可能已經太老舊了 所以 那個沖水的很有問題 就那個水可能太小啊怎樣的 但那個是沒辦法 就是因為基礎設備可能老舊 然後那個你用盡全力踩下去 然後它就是這樣 捲捲細的這樣 咻 這樣 什麼時候 於事無辜 能用的基本上就是只有一間 就是 等一下 這樣太慘了 應該是 就是一兩間 就是一是可衝 但是一的 一一很長 一長然後會在 一一很長 一長然後會在 很很快就會有被被被污染 就是就會有排泄物 然後 üç的話一 contag來都不可衝 但是因為大家跟因大家都知道三不可衝 所以 比較少人會在三大 because 所以 對 但是因為有時候 其他間都會被被污染 很慘 就朝了 其他間都是有XP的東西 但是第三間只有黃黃東西 所以你就是只能忍痛� 但是第四間就是 最近就出現在就是 第四間有時候 竟然還是會有大型排泄物 但是第四間明明是可衝 它嘴超大的 所以就不知道為什麼 不有人就是不衝下去呢 這很可怕 而且我們一開始來的時候 就是很崩潰 因為 完全不想在這裡上廁所 應該說我們能不在這裡上廁所 我就不在這裡上廁所 但我真的有懷疑是我們這一區塊的問題 就我們廁所是 無時無刻 沒有想過 就算今天阿姨剛洗完 他還是會有一個 就是管線 管位 像通常你出門的時候 你應該先上廁所再出門吧 就可能假設我們要去上課的話 但是我們現在會選擇 出門去上課的樓上 因為上課的樓的廁所超乾淨 洗澡間就是 他就是六間 然後 每個人都有一張澡卡 你沒有錢 所以你的洗澡花都會扣錢 基本上大概洗洗澡 會扣一到兩塊的人民幣 看你的洗澡書 對 他的洗澡間就只有 上面的那個花紗 然後跟一個B卡 皮膚跟那個開關 還有一個小籃子 非常生鏽又 髒髒的籃子 我們一開始來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 我們 就是 繳盡腦之上 我們到底要把我們的衣服放在哪邊呢 我完全想不到 因為他沒有一個 架子 對 可以讓我們 不會被水沖到的地方 但是後來 其實我發現 他的意義是這樣 他的意思是 大家可以在那個外面 把衣服脫掉 然後進去那裡洗澡 然後再出來穿衣服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 就所以我們 一開始看到 就會很多人就是可能 裸體 在那邊換衣服 穿衣服 之類的 我們一開始都會有點 這樣 但是後來就習慣 就像他 時常看到那邊 有人裸體在換衣服 對 但我們真的沒辦法做到 也很多人會這樣 就是他拿一個大浴桶 然後大浴桶裡面 再用一個大型塑膠 大家把全部都塞進去 然後用這個拉繭 然後第三個方法 對 就是我突發奇想 就我們去網路上 買了一個那個 防水袋 然後加了一個掛鉤 所以我們就把衣服丟在裡面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掛鉤 掛在那個 髒髒的籃子的下面 這樣子衣服就不會濕了 我們自己都買個籃子 或是一個臉盆 裝我們的洗面乳 之類的 像我的籃子 我就可以完美的 放在那個籃子上面 但是 有人直接把衣服 掛在那個 就是可以拉在那個 臉子上面 那個桿桿 有人直接把衣服 掛在那邊 還有浴鏡也掛在那邊 超 超狂的 因為 那邊很濕 欸那邊應該很濕吧 對 那邊應該很多灰塵 對 就對我們來說真的很恐怖 還有一個很噪點 就是 它那個 只有三 就是 這邊三間 這邊三間 就最後已經有排水孔 所以等於是說 前兩間的水全部 都會流到第三間 如果你在第三間洗的話 你就會 一堆水 你一堆水 一堆水 你一堆水就會流到你這裡 對 然後 然後你出來的時候 你只要再從一堆水 這樣往那邊流的 情況下 溺水 走 先走 然後 走 走出去 溺流而上 對 超恐怖 就是 就是我每次都非常小心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泡到那一堂水 因為你泡到那一堂水 到底裡面有什麼 這裡洗到熱水到十點五十 接下來是我們的 冠水區 這邊是洗手台 然後 這邊是飲水機 它是 三個都是 100度的開水 超荒謬 因為我們都是保溫水湖 所以衝進去之後 過了一個晚上還是非常的大 不一定啦 不一定 我們要自己買 快熱水 或者是去 教學樓裝 教學樓差不多這樣 但通常會有一個是 溫水這樣 對 這裡是我們吹頭的地方 總共有三個插座 對 因為我們在房間吹 房間會跳點 所以要來這裡吹 喔 但是這邊 這邊住宿費超便宜的 450人民幣 就我們 我們一學期是 450人民幣 大概是 2500左右 嗯 非常便宜 2000多 對 所以 合理 合理 就是房間內部是非常乾淨的 喔 對很神秘 就是我們一來的時候是 幾乎沒有灰塵耶 就我們不用擦 就 桌面這樣子 你摸出去是沒有 沒有任何灰塵 所以房間內部其實是OK的 沒有什麼問題 住的其實都還不錯 還有那個 喔 房間的門 就是 很神秘 一關上去 自動上鎖 你從外面開 你一定要 要使 但是我們就是 可能不會關門 就是會 大家都不太會 會把門這樣 停在這邊 這樣子 但是非常恐怖一點就是 你那個門 只要沒有 貼好 它只要露一點點縫 大概過5秒 你就會聞到車主抽 超恐怖 有時候 有時候 我們兩個躺在床上 然後可能已經晚上 然後 又躺在床上 就在滑手機 然後突然就 欸 衣服抽了 而且我是有 我是有窗簾的喔各位 抽會 透過我的窗簾 然後我就 欸 就乖乖的味道 然後一出去看 喔果然 那個縫大概這樣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受不了 不關門 這件事情 這裡洗衣服我覺得 因為可以在陽台曬衣服嘛 所以比女兒再好一點點 因為女兒是一個block 一起用一個陽台 然後你就要走出去再曬 但是在這裡就是在外面就可以曬好了 而且洗衣服也是很近 就每一層樓都有洗機 而且那個洗機可以用 手機 預約 預約超讚的 你可以先預約下一個洗機 然後 你就不用在那邊等啊 就隨時怕 沒有人搶走之類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你什麼時候洗完 就可以立刻拿走這樣 這邊是我們宿舍門口的販賣機 本地森可以刷臉買 東西 就不用帶任何東西 但我們就是要用手機刷 那我現在就 實際來買個水給你們看 所以我先點開支付寶 按這個掃碼開箱 OK 打開之後呢 好了可以走了 北大宿舍開箱 拜拜 拜拜